培养出歌手、演员等众多知名人士的韩国大型演艺企划公司JYP娱乐公司 最近被网友发现将一种编舞用到了极致 Twice以及Niju三个组合的歌曲中都包含了类似的舞蹈动作 2015年出道的Twice是由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九人组成的跨国女子组合 在迎来六周年的今天,他们的人气丝毫不逊色 从出道时的可爱概念到最近的性感概念演绎了多样的题材 Twice的十美一集于2019年以强势女子组合出道 像爱真实的自己一样提高自我肯定感的概念 还有高水晨的舞蹈技巧和坚韧步伐的唱功吸引视线 可以说是第四代Kpop偶像组合的代表 另外,在日本活动的Niju是从选秀节目Niju Project中诞生的九人女子组合 出道前就受到了很多关注 并以预出道单曲Make You Happy大获成功 之后也展现了作为国民偶像的进一步成长 虽然三个女子组合体材各不相同 但是网友发现三个组合的编舞中 却包含着某种相似的动作 摇摆双腿的舞蹈 就是使腿高速颤抖的细微动作 Twice在10月发行的Syrgist的结尾处展现了该舞蹈 成员们斜着战成一排 微微晃动双腿 举起双手的动作 一集在9月发行的Swipe中 展现了类似的舞蹈 但一集和Twice不同 摇摆着双腿上半身也有动作 展示出了更高水准的舞蹈 另外,Niju在出道一周年 纪念特别版Beyond Rainbow的饶首部分 也展现了摇摆双腿的舞蹈 虽然舞蹈相似 但每个组合都有着不同的氛围 充分展现了组合特色 粉丝们纷纷表示 这VP沉迷于这样的编舞吗 这个舞蹈动作感觉好难 挨到寒舍 没人接受的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